它分子化學 有人就知道 這個因為結晶機是給它一定的溫度 給它一定的時間 它這裡面的分子它會慢慢去排列 排列整齊 整齊以後密度會增加 增加它就會從頭部變成不痛苦 所以我們這個玻璃為什麼是痛苦 它裡面的分子排列亂七八糟 所以你們看得過去 如果它分子排列得非常整齊 非常緊密的時候就變得不痛苦 所以這個是結晶機的原理 它把它做成這樣的話 因為它瓶口這樣它瓶口耐熱 它硬度就增加了 所以我熱瓣窗的時候 瓶口就不會被躺患 因為塑膠